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美国像这种高空幻灯泡的事儿也并不多见的 毕竟这样的高度一般普通人根本无法完成 但总有另类嘛 美国就一位男子孤身完成了 而且还是数百次 据他所说 每次光爬上去就得消耗两个小时 对于小编来说 别提460米 就是在没有防护措施的10米内高处 小编站在那里 什么都不做都会感觉双腿不由自主的打颤 也真是难得这位男子有这样的胆量了 人家干这一行可不是一两天 已经有八个年头了 之所以他能够顺任这份工作 也是因为他不仅不怕这种高空作业 反而还十分享受独自在高处腐蚀大地的感觉 甚至还经常拿出手机自拍作业的过程 之前他的朋友用无人机拍摄 关于他工作的一段视频发到网上 没多久就超过了130万的点击量 据了解所知 台顶的风速接近每小时100公里 毕竟台顶那么高的地方 待在上面风一吹 应该有一种摇动的感觉吧 想一想想变得后背都觉得发凉了 这个男子也算得上是另类级别的人物了 不过谁叫人家工资高呢 那么小伙伴们 如果有这么高薪的工作 在向你招手的话 你会想试试吗 看完这个视频 又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有头脑眼 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 大设计